3 2 1 GO 嘿 大家好 我是大麦茶老师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视频 是关于蜗居在悉尼 是什么感觉 好多人在网上看我视频 感觉我很有钱 海外留学生嘛 我领大家来看一下 真正的我是什么样子 并不是住的豪宅 并不是开的豪车 好 跟我进来 这是我家 这是我做的屋子 有个人在这睡觉 我们是四个人share一个屋子 这是我的床 这个床 平时我就在这儿剪辑 这个床位我需要 付给它每周 130澳元 一个月就当是三千元 三千元 好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客厅 这是客厅乱七八糟的感觉 因为有些老外嘛 他们都在这儿 还有这些厨房 这个屋子总共有四个 上面都标的标签 这个屋子总共有四个room 就是四个屋子 每个屋子里面住四个人 也就是十六个人 所以说这上面有十六个人的名字 然后这是我们做饭的地方 很脏的感觉 乱七八糟的感觉 这就是蜗居在西尼 还有苍蝇在这儿飞 这是后面 上面有一些他们老外抽的那种大麻 之后这就是我们的厕所 之后这就是我们的厕所 以及卫生间 这边 这边有个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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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屋子 分别都和我屋子是一样的 下小的屋子上下床库 这种 这是我的朋友 这两个屋子里面 这边还有个屋子 总共是十六个人 现在这个房子 所以说 我想大家看了我这好house 就感觉 真的不是有钱的 蜗居到西尼就是这种感觉 每天都要吃最便宜的食物 完之后 都是 反正都是辛酸和北漂差不多 反正我就感觉是努力奋斗 更多为希望能好好做出更好的视频 来娱乐大家 因为之前有个网友评论 他跟我说每次看到我视频 尤其是周六周天 他都会感觉很开心 就是因为他一个星期的工作压力 和学习压力全都没有了 所以我听到这句话我很欣慰 虽然我不赚什么钱 但是 我感觉我已经很满足了 因为他这句话我已经很开心了 好我们希望大家能好好努力学习奋斗 加油努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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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